小鹏站在了双杠决赛场上 双杠是他的优势项目 四年前的悉尼奥运会 他就获得了男子体操双杠金牌 并且在雅典奥运会之前 他还拿到了四个双杠世界冠军 这场决赛将是他在雅典实现梦想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双杠上去以后那种感觉 可能就是没有像以前放得那么开了 整个人可能由于心理上的那种紧张 造成自己整个动作可能会有一些放不开的感觉 最关键在落地的时候小跳了一下 这个是很关键 因为落地它直接影响到你动一步就扣0-1 这个分是是扣的 没有办法 就是这一小步的后退 让李小鹏之前的大踏步前进 在此刻几乎停止了 最终李小鹏只获得了铜牌 这也让他挑战李宁冠军记录的梦想 在2004年化为泡影 雅典奥运会之后 为了彻底医治自己受伤的脚踝 李小鹏接受了手术 他也不得不放慢了追逐梦想的脚步 因为手术 李小鹏错过了2006年和2007年的体操试锦赛 以及多哈亚运会 这两年中国男子体操队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并且新人辈出 这让李小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没有去参加比赛并不代表我就放弃了 但相反来说也是一种动力 你必须想办法保持你自己的优势 能够保持和比你可能先走一步这些队友 他们的距离 把他们慢慢的拉近 并且去超越他 为了自己的这个超越李宁14枚世界冠军的目标 李小鹏一直在努力着 2006年12月18日 李小鹏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体操世界杯总决赛 在男子双杠比赛中 李小鹏夺得了冠军 拿到了他的第14块金牌 追平了李宁所创造的记录 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李小鹏用了整整三年 这一段走下来的路觉得非常辛苦 拿到这块金牌是最好的 给自己最大的安慰 自己能够走出这么一小步 别人觉得可能会很轻松 那又拿了一块很平常 但是真正的努力这种辛苦的过程只有自己明白 就在巴西夺冠后 李小鹏再度阴商休养 错过了2007年世纪赛 在北京奥运会开始前 大家都在猜测这位饱受伤病 并且已经过了自己运动黄金年龄的老将 是否还有动力再去参加一届不容有失的奥运会 但是事实证明李小鹏并没有在伤病和挫折中低头 2008年8月12日中午 他和队友们一起第三次站在了奥运会男子团体决赛的赛场上 李小鹏参加了自己的强项第四项跳马和第五项双杠的比赛 在杨威以16.600分完美完成跳马之后 李小鹏搬出他的参加法宝李小鹏跳 剑子后手翻转体180度 直体前空翻转体900度 虽然落地时左脚略微后退 但是裁判还是给出了16.775分的全场所有项目的最高得分 正是凭借着李小鹏的这惊人一跳 中国队以190.150分超过了美国 在比赛中第一次排在了第一位 在紧接着的双杠比赛中 李小鹏与杨威黄旭的老将组合 为中国队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最后一个出场的李小鹏虽然动作难度不高 但他的完成质量却非常高 挂臂接挂臂做得非常流畅到位 凭借着稳定流畅的发挥 李小鹏在此得到了16.450分的高分 最终中国男子体操队在最后一项单杠的比赛中 没有让雅典奥运会上的失误再次上演 顺利夺回了在雅典丢掉的金牌 在时隔八年之后 再次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这一时的李小鹏已经27岁了 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体验过失败的那种滋味 从我出到97年开始我们的团体是年年都会拿到这一块金牌的 唯独到了04年的时候我们失败了 那么就觉得一个运动员并不是说你能够勇往之前一直战无不胜的 比赛就是残酷的 你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所以经过八年以后 我们自认为我们在这四年当中我们付出了更多 我们值得拿这块金牌 在北京奥运会后 李小鹏和他的队友们成为了体操迷们关注的焦点 包括杨威黄旭等一批老队员的去留问题 也经常被大家提起 作为体操队中人气最旺最受欢迎的领军人物 李小鹏在经历了三届奥运会后 在面对去留问题上显得很冷静也很客观 现在确实也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吧 而且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也希望花一点时间好好去考虑好好去想 并不希望就是很快很果断的就去解决 就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吧 不管李小鹏是选择继续坚持 还是选择退役开辟自己新的事业 我们都真心祝愿体操王子 在离开赛场之后能够创造新的回魂 请不吝点赛场